天主堅決了他做自己的大司祭,並大開保庫,將各種珍藏,豐富的事與他。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主與你們同在,因你的心靈同在。 今天在教會我們紀念聖雅峰,他1696年在義大利出生。 他非常聰明,天主賜給他很多的天分,特別在讀書方面。 所以他16歲就得到雙層的博士學問,是教會法還有民法的博士。 後來他也建立屬世主修會,也被教宗任命當主教。 他是如你神學的專家。 所以我們的聖道力開始,我們也求他為我們傳達,讓我們好好地放省自己的生活,讓我們懺悔。 所以我們說 錯誤。 大家願舉表任教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变全了的天主 吹脸我们 赛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吹脸 上主求你吹脸 基督求你吹脸 上主求你吹脸 上主求你吹脸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在教会中 不断兴起新的圣的开魔 求你上司我们 免力施法圣雅宫的法量 来得也能与他 共享天上的永福 以上所求是 靠你的子 年第五月 基贝红人 阿卓尔的儿子 哈纳尼亚先知 在上主的殿里 跟我讲话 他在司祭和全体人民面前 对我说 万冠军的上主 以色列的天主 这样说 我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恶 两年内 我要把巴比伦王拿步高 带到巴比伦去的上主圣殿的器皿 全部运回这里来 我也要把犹大王约亚金的儿子 耶科尼亚和流洗到巴比伦的犹大俘虏都带回来 上主说 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恶 耶勒米亚先知 立即当着站在上主殿里的司祭和全体人民 对先知哈纳尼亚说 但愿如此 但愿上主这样做 但愿上主实践你预言的话 是上主殿语的器皿和所有的俘虏 从巴比伦回到这里来 不过请听我当面对你和全体人民要说的话 自古以来 在你我以前的先知 对多少地区和强国预言过战争 激紧和瘟疫 至于预言和平的先知 却要等预言实现 才能认出他确实是上主派遣的先知 哈纳尼亚先知 把耶勒米亚脖子上的木鳄拿下来 折断了 然后对全体人民说 上主说过 两年内我要照样折断巴比伦王拿布膏 加给各国的恶 于是 耶勒米亚先知就走了 哈纳尼亚先知 把耶勒米亚先知脖子上取下来的鳄 折断以后 上主的话传给耶勒米亚 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说 上主说 你折断了木鳄 但我要做一个铁鳄来代替 因为万军的上主 以色列的天主说 我要把铁鳄放在这些国家的脖子上 使他们臣服于拿布膏王 巴比伦王 他们该服侍他 我连田野的走兽也交给了他 于是 耶勒米亚先知对哈纳尼亚先知说 哈纳尼亚请听 上主并没有派遣你 你却使这些人相信谎言 因此上主说 我要把你消灭 今年你必定死 因为你煽动人 背叛上主 那一年七月 哈纳尼亚先知就死了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请交给我你的规矩 上主请交给我你的规矩 使我远离邪说 免入歧途 赐我奉行你的法律 不要使我的言谈违背真理 因为我一心仰望你的判断 上主请交给我你的规矩 愿敬略 愿敬畏你的人都与我为灵 认识你法律的人向我归顺 愿我谨守你的规范 问心无愧 使我不致蒙羞失败 上主请交给我你的规矩 恶人们四季陷害我 我仍思念你的规戒 我没有背离你的训事 因为有你做我的导师 上主请交给我你的规矩 再美主 再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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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但靠比生活 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美句话 祝福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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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共读圣玛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听说若汉死了,就上船,独自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了。 群众听说了,就从各城市走来跟随他。 他下了船,看见这一大群人,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到了傍晚,门徒来到他跟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时候也不早了,请你牵上群众,让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吧。 耶稣却对他们说,他们不必去,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除了五个饼,和两条鱼,什么也没有啊。 耶稣说,你们给我拿来。 然后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请自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 居目望天,葬送了,把饼分开,交给门徒。 门徒又分给群众,众人吃了,也都吃饱了。 门徒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框。 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小孩子外,也有五千。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有时候我们听福音,或是自己看,有些福音的章节,会困扰我们,会刺激我们。 我想今天的福音,也会让我们问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所以,耶稣是人,那他怎么处理他情绪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听到,耶稣听到,习者若汉死了,是他的亲戚,他的好朋友死了。 那耶稣一定有感觉,所以,我想耶稣他想要独自一个人,我在偏僻的地方,祈祷。 这个痛苦的感觉,结果呢,很多人还是找他,找耶稣,然后请他治病,等等。 当然,耶稣也是神,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耶稣有办法解决他自己情绪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安慰他,我们不需要帮忙。 对,没错。不过,我想到圣女大德兰,他的纪念,他自己体验到的,就是他跟耶稣的来往的一个过程。 圣女大德兰,圣女大德兰说,耶稣跟他说,你应该想我,你应该想我的问题,那我呢,我会想你的。 我这个办法是,是比较好的,因为平常我们会一直想我们自己的问题,怎么解决,用什么办法。 这个没有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要多想耶稣。 特别是耶稣的苦难,默想,体验。 那,耶稣会做什么呢?就是会想我们人的问题。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只有天主知道怎么解决我们人的问题。 我跟耶稣我们要互相关心我想他的。 他会想我的,也会帮助我。 会帮助我解决我遇到的问题。 和耶稣会做什么呢? 和耶稣会做什么。 和耶稣会做什么,他们他们的说明。 帮助我解决我们的观点。 按照他的观点。 不过,我鼓励你们今天多为别人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祢。 请祢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原型,使一切都增加祢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祢深重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祢的执意为主神。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应。 我们决议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居心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王家及诸圣人圣语的榜样, 终身侍奉你。 主,请以祢的宠爱,募誉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深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 深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祢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祢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祢把分析今天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祢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超见及明大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祢使一切信仰祢的人捐弃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同步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寿显扬,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感谢我们免于凶乐。 阿们。 让我们今天多想耶稣。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礼成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主耶稣是圣明月, 我主耶稣是我谁先凡可。 乔着谁, 乔着谁, 诸子 你说道, 永远再不可。 难道永远再不可? 真真永远再不可? 难道永远再不可? 乔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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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再不等